那三星電子的買股計畫週一正式啟動 三星電子為了搶救股價將斥資71億美元 公司高階主管全部買入庫存股 激利股價上漲6.5% 川普當選後南韓股市出現恐慌性抛售 在外資大賣下三星失手5萬大關 股價創下4年來新低 今年股價已經下跌34% 只好使出回購股票這招 市場上是有反應的反應 三星計畫在未來一年內 回購總額10兆韓元的股票 然後將買回的庫藏股全數註銷 AI發展失去先機 三星在手機大戰上提前布局 傳出為了和華為比拼 明年將推出三折疊手機 機體可能比華為更堅固 另外蘋果明年要推出最薄手機 三星也預計推出超薄 Galaxy Slim和蘋果較勁 三星明年也會推出 使用高通晶片的AR眼鏡 力拼明年獲利 Tuber新聞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